好 下一套了 這套的動畫是今季最佳動畫 這套我都覺得是今季最佳動畫的 這套就是超和沿陸落雨心中 剛剛講新番的時候 也有Facebook有人停頌問我們 為什麼沒有講這一套呢 但是現在也補回啦 其實真的好看的 講一些劇情介紹 因為那時候一開始沒有講 其實就是講一個落雨家的故事 落雨其實是傳統日本裏面一個 落兩個的 但是那個故事開始的時候已經只剩一個了 那就是落雨就是一個日本傳統的藝能 其實有一點點像你現在去看中國的說書 它也有點像的 都是單人的一個去講一個故事 就是好像動督少那樣感覺的東西 但是它是有固定的故事 固定的端子 所以像說書多一點 還有道具通常是線和毛巾兩種 你見到很清楚的 所以就好像日本的傳統氣色 就是有可能要用這個 會穿一些他們的和服 不是和服 就是一些傳統服裝的東西 還有出場入場也會有太古 三味線 這些樂器演奏 是一個很藝術形式的 一樣的東西 但是是一個民間一點的 沒有其他日本藝術 那麼高高在上的感覺 相比之是一個 比樹民如同樂的感覺 是一個藝術來的 那就是講樂宇嘉的故事 那就由一開始先講 已經是在這個故事的時間 比較厚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樂宇嘉 就是有一個有樂庭 坐陸 第三代來的 那就是有說他已經是一個 讀得高望重 很有名的樂宇嘉 那有一天 就是有一個叫 有一個叫做宇太郎的 就是找他拜師學藝 就是當年 你說有樂庭 白雲不是坐陸 抱歉 白雲 坐陸是拜師學藝的 我說錯了 應該說有樂庭 白雲是一個雜名來的 現在我們看到白雲是第八代 而他的故事就是 就是宇太郎出來了 他很感動 因為他聽過白雲演的死神 所以他很想拜師 他說他爸爸有聽樂宇 所以他很有興趣 我把有樂庭的次序說錯了 是對的 那個是白雲 剛剛說到一位以前是小雲雲 他就入了獄 然後就在獄中聽到白雲說 關於死神的樂宇段子 深受感動 實際上拜師 死神這個段子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 講給他聽 你這個人生的無常 講一點就是這樣的故事 其實就是 你這些東西逐不緊的 你開頭是不明白的 你在後面 在後面才說 你後面的死神其實是什麼劇情 以及死神對白雲是什麼樣的段目 可以說是一個白雲最有名的段子 對他自己來說也是很重要的段子 然後簡單說就是 年輕人感動了這個白雲 就成為了他的弟子 然後就時刻可以倒序 就是為什麼白雲會這麼體重 坐陸這個弟子 就是因為當年 有個同門的同級生 就是相當之 對他一個很重要的人 就在很久很久之前 這個故事是倒序的 之後就開始回到這個 超和年代 超和年代 白雲 他入門的時候就是 古比古 師傅給了他的名字 對 古比古 那時候就是去拜師學藝 古比古 那時候 為什麼你會看到他 就是腳被迫了 不是迫了 而是受傷 他以前是做藝技的 就是一些藝能的 對 他的跳舞 但是腳傷了 所以跳到沒有了 當時那些人就介紹了 用關係介紹了他 給白雲做 白雲以前是七代目 拜師學藝 沒錯 但入門之前 有一個人就衝進去 搶頭眼湯 做師兄 那個後來 次名叫初太郎 真的你開圍技百科 我都會忘記 但不要緊 你看了一套動畫的時候 你會記得 即是說初太郎 這個人 和他一起拜師學藝 就慢慢兩個 在落雨中成長的故事 有趣的地方就是 在於初太郎這個人 和谷比古這個人 是兩個性格男而不切的人 即是谷比古比較內斂 他比較沉密觀念 也有些比較這樣的人 而相比之下 就是很大而快之的人 相比之下 坐陸 也講落雨的風格 兩個都不一樣 坐陸就是一些很活潑 講尊講一些搞笑的段子 就是最適合他的 而之後就相比之下 其實谷比古 一開始其實是不適合 說落雨 其實他不適合和別人表演 但慢慢就揣摩到 他自己的風格 他不適合他其實是不喜歡 他覺得他比較被迫過來 我一直適合 即是為了維新 所以才會說 不要說維新 我沒有看地方去 我沒有可歸之處 我唯有就投靠落雨 即是慢慢說 這兩個年輕人 去講他們的成長 在時代之間的故事 他這套東西裡面 他是反映一個時代 因為這樣說 批評過沖雨下 為何會壞呢 他推理不推理 音樂不音樂 又不是 這裡不同 他落雨是關乎到 他的主線故事 關乎他的角色 他的個性 成長 和到最後 關乎整個時代的轉變 他是靠得很緊的 即是你從時代那方面 剛才我們講到 為何會講死神 這些長住 他這段子 在他的劇情裡面都有影響 他反映了一個人的過性 和他的經歷 和他整個故事 他的轉變 他完全是靠得很緊的 即是他這個時候 會唱這個劇目 有原因的 不是亂唱 我想都有很多話要說 不如先講落雨 剛剛講到這個故事 是一個落雨界的故事 小不面有場面 是要講落雨的 真的表演一次 是難度高的 因為你想一下 落雨這個藝術 是一個很著重互動的藝術 即是你落雨台上講的 是為何和台下的觀眾去互動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即是沒有真人去表演 其實是表演不到那個風才出來 永遠都 但是這套已經很努力 首先要歸功於 那些聲優很高手 我要講的是 這個年代 大家可能追偶像聲優 追一些很新的男聲優 其實這些聲優 就是他的底運 他的功力就在這裡發起了出來 他在演技 雖然他不需要 像落雨家那樣 做手舞 但是他單靠那把聲音 都已經做到很好的效果出來 這個已經是上心悅目了 其實一開始 為什麼會喜歡 是因為 一些聲優的表現 我覺得他們很好 令我著迷了 其實他在演技 是很好的 他一開始是用上 雨太樂 平成年間的事 他看回一個 幾乎以眾化境神影的白云 他說的死神 你會覺得很厲害 但問題是 當你 高興去超和 當年他拜師入門的時候 他說的劇 機日師人是 焚殺教 師父嚴殺頭 全部都走 你看到兩個不同的對比 是很清楚的 你又覺得很厲害 就是谷比古 演他的聲優 就是石田璋 他又真的可以很輕巧地做到 不過我不知道是幼年期 他應該是去到少年時代 已經是石田璋配 他出來的時候 當時是到二代目的 才出來做表演 當時已經是少年時代 但石田璋應該是少年時代 第一次講落雨應該是石田璋配 沒錯 都已經做到三眼的感覺 你見到的 他由少年到三眼的感覺 到中間開始嘗試轉型 到後來他真的做了打座之後 他真的唱了死神 成名作樂死神之後 到最後老年 OAD裡面有一集 就是他扮回阿座陋 說回他那個暴師方的事情 到最後還說死神 你見到幾個不同的重環 起內 都能做出來的 我想說石田璋 作為一個 之前有說過 他的聲線很性感 在這裡說 他扮女聲線 真的一絕 他做到那種妖言 他那種女性的陰柔的感覺 在聲音內表現出來 你畫畫到那個人很陰柔 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沒有聲音的配合 尤其是落雨 在說他要扮女人 沒有那些 其實你根本就沒有說服力 其實不是扮女人 是她的短子 因為他後面有說到的 其實白雲 即是谷比虎 他是適合這些陰柔的短子 但當時他不知 他後來才摸索到這個路向 但問題是 你表現到這些情況之後 是怎樣 表現到女性的陰柔動作出來 就是 整張功力就變成了 其實這套東西應該是看動畫的 你看漫畫 其實沒有聲音附了 你不是很明白的 所以我就算很中 修身看後面的劇情 都決定要等下一季 我才看下去 我不看漫畫 但應該會關乎到現在 因為他就是會說 應該是現在新的 亞羽太郎 還有這一代 樂宇家會怎樣生存下去 他比古的氣氛比較多 樂宇的表現都比較多 由他一開始說得不好 慢慢找到自己的樂宇 在舞台上大放而出 剛剛說扮女人 是想說他們演一段 好像舞台劇那段 我忘記了日本本身那樣 叫什麼名字 大家可以跟我說 品川中心中 對 那種劇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日本的 我拆掉了 我在北記 厲害 到之後他開始 蔡太郎都離開了 師傅都走了 他慢慢開始 發覺他是一個孤身一人 他作為一個樂宇的追求 他不是追求一個 跟蔡太郎一樣 一個觀眾一起跟他歡笑 觀眾跟他很多活動 是一個人的樂宇 這裡其實可以說很多話 其實剛才說一個人 如果你說激一點 他是一個未亡人 屬性 他是真的 他很哀愈 為何他不跟我走 他離開我 他很哀愈的前面 就是剛好 他擁有的角色 就是這個情況 現在劇部 好像五人轉 始終是三人 五人轉 死神也好 帽斯芳也好 其實他在做女色的角色 埋怨男的角色 很多時候會有這樣的情況 尤其是他一集 第五集中 他們兩個夫妻 夫妻同場的情況 剛才說到 就是在舞台劇上 他演的女的角色 還有最 第十集 那時候 一開始是 他 11集 布施芳野 先說布施芳野 落雨的時候 跟蔡太郎 一唱一和 其實蔡太郎 不是 蔡太郎是做男的角色 蔡太郎是做女的角色 蔡太郎是做女的角色 你記得他們兩個 他演得很好 對 他那種表現到 就是陰柔性 你看到蔡太郎 其實他是天才 他怎樣說 用face來講 就是一個 擁有開破者的技能 他在開破的時代 但問題 他是天才 你記得他不想念 就講 我一講都可以 他要搶回人家的劇情 但問題是 那個秘姑不是 他是要不停練 他是努力家 而且見到他很焦慮 糟了 我不夠他來 我就是不夠他來 我還要回去讀書 就是他有種自卑感 他看著蔡太郎 其實他很妒忌 某程度上是妒忌 就是覺得 為何他這麼天才型 我可以揮灑自己的 講落語 我要這麼辛苦 為何我明明很努力練習 但那個人可以這麼快進步 我追不到他 但是 他就發現 那一刻 就有一個人的下雨 就覺得 原來我的下雨 不可以沒有了 這個 錯太郎 他 陰柔女性的面 他是如虎真下雨 但因為 佐陸他在那裡 所以令到他喜歡下雨 到最後 他為何要講下雨 他不是為了觀眾角力 他只是為了 佐陸一個人講下雨 陰柔的東西 都要有陽光的配搭 有瘦的東西 都要有強力的攻勢 這些配對上的都是非常凹凸的 中間有一集說到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師父和佐陸兩個都滿洲 他叫他和師母回家 兩個女人 我覺得是兩個屁股被人放在那裡 這個情況 你見到之後戰後回來 是平病相連 戰後回來師父抱師母 然後佐陸是抱抱 非常高給高的 完全是 你說機程狗 其實這個完全是OK的 他們都是在一起的 都說一點點佐陸 佐陸雖然他的戲份 表演上的戲份沒有那麼多 但其實他也很搶壓 他也演不到劇 對 山之魂一 配得很好 他配那些 他如何去大情大性 很放地去講段子 由他一開始出場 他如何帶領觀眾和他互動 這個已經是表現出來 有搭出來的那個戲場 當然最喜歡的那一幕 也是11集的時候 他講人情段子 笑中有類的一個故事 他講了自己 而且看到那個地方就是什麼 兩個人那一刻都講到自己的風格 人情段子 山之魂 初太南開始不懂得說 但他可以找到他自己有笑 但也會有感動 講這個明明是一個搞笑的段子 谷比古可以講到有陰森的一面 都是他的自己的風格 你記得阿女阿夏講過的 講死神 他爸爸講到笑片 是 真的很神奇 但明明是講搞笑的 谷比古就會講到這麼害怕 為什麼我聽完之後 會這樣 還有說多一點就是 始終動畫有限制的 始終下雨這件事 你很難只靠畫面配 所以他多加一點就是 他的音樂 因為我記得第一集也好 第二三集也好 有很喜歡一個很長很長的畫面 就是真的被他拍在記座上 講下雨 講他什麼 好像跟觀眾有角力 你看到觀眾一開始沒有反應 大家看著你說什麼 他慢慢可以跟觀眾有拉扯 我會不會拉到他那邊 一起去 另外一起去笑 一起去哭 一起去感動 他有那個張力表現出來 但始終不是一個人的表演 有限的 他要加一點音樂下去做 例如我喜歡谷比鼓 那時候第一次講下雨 觀眾聽起來 開始紛紛玉碎 覺得很悶 然後那個音樂越來越沉重 越來越快 越來越急 然後說他人多亂 這些表現都可以的 加入那些音樂去講情緒 但我會略嫌多了 例如《太郎》第一集 講那個 刷下雨的故事 毀毀心竅 對 我反而不需要那個音樂 我反而覺得 其實你再給下方的老大 多一些 close-up 講他有多心痛感受 多會心明示 其實也不用 因為他講到老大 認同他就行 其實很神奇 因為鬼迷心 他怎麼說 雨太郎開頭的演出 是雞仔劫的 沒錯 很有趣 就是不用配樂 他就照了EA 因為他講得這麼差 開頭 其實我覺得那一刻 他用音樂 告訴大家 好像開始活躍起來 我覺得是有點 搶了 我數過了 開頭第一場只有兩個觀眾 然後四到五個觀眾 到最後 第一季來說 他有十六至十八個觀眾 我數過來了 大哥 你過給音樂 你算了 我不喜歡的是 動畫 是有一點滑出槍的感覺 給我聽 就是他真的 開始帶頓到氣氛 但明明我靠畫面也能表達到 那下雨是否應該多焦點 所以 有這個位置不喜歡 但是Punk out 這麼多集裡面的 《落雨》的橋傳播一集 我都很享受 我都看得很開心 其實 甚至他真的做到的事情 就是我回到YouTube 搜尋一下 真的《落雨》的表演去看 那我是 作為那個全城的事情 這套漫畫動畫都做了 當然我們說 《落雨》說得不錯 其實未到 他生性昇華到時候 最佳動畫 就是他緊構的時代 沒錯 你見到他 尤其是坐落是一個趨發劑 來的 坐落為什麼要這麼執著 要做白雲呢 因為他就是他的師父 他的師父就是上一代 即是六代目 當時拜師 今代就是七代目 八雲他同的師兄弟 但問題是 當時七代目 因為他妒忌他的才能 他搶了八雲這個名號 而踢他走 搞到他這個坐落 就流到街頭 變成窮人 在紙襲道的《落雨》 變成窮人 他不想這樣的情況 當然是私心 他不想流到街頭 像這位師父那樣 其次就是 是他看到這個環境會轉變 下雨這個時候可能很太平 但是你見到故事會發展 一開始可能是 平時的農家莊 後來可能是參館 到最後有的士高 這些舞台 下雨 他們不去打坐 他們都是在看電視 看心機 就是慢慢的人 越來越少看下雨 他們會擔心 下雨將會怎樣 即是第一 因為技能的社會 傳統的藝術會消失 我們這樣消失 他坐落 他就想要改變改革 那被傳統反對派 傳統反對派 那些人家可能會 不行 你這樣不是下雨 你破壞下雨 那些情況就追走他 其實是一個時代的悲哀 我想那兩樣東西 一來就是 人生的無常的輪迴 很可笑的就是 那個師父當年 靠手段 去趕走了坐綠的人出來 然後他現在收的徒弟 原來就是坐綠的兒子 原來我人生裡面永遠都逃不過 這件事是那個 說到這麼道破的命運 你去到谷米谷那裡 谷米谷那裡都是 一輩子被坐綠這個名字困住的 其實他們集了這個名的人 永遠都逃不出這個 最厲害的最後一集 雨太陽跪下 師父你讓我還坐綠這個名字 師父他立即 他也只能夠苦笑 我永遠都逃不出這個 這是詛咒 八卦星 聰明 不要要八卦的名字 要作成這樣算 還有他講到那個時代就是 其實我們今年的 DSC作文不是有題目的 傳統與創新的 其實就是講這件事情 你看到谷米谷 初太郎 他們兩個正正代表了 傳統與創新的兩件事 他們兩個 他那時候最理想的事情 也是谷米谷最後 都是集了名 收了徒弟雨太郎之後 說的話 我們兩個 一個要做創新的樂宇 一個做傳統的樂宇 才可以真正去保存到 樂宇的政策 在哪裏 其實說得很對的 蔡太郎 他現在面對那件事 其實都跟我們現在 很多時候講的文化 面對著 我們粵語文化都一樣 世界又變了 很多東西 有很強勢的力量 現在侵入了我的國家 就是我以前在超和年代 美戰前之前 我是封閉的 戰後現在所有西方的資訊 所有西方的娛樂 都在我這裡 我已經要面對那個時代的紅樓 怎麼跟電視鬥 怎麼跟收音機鬥 怎麼跟的士高鬥 就是我要他開始 迎合我的客人 去講的樂宇 但是 那件事 我們有些東西 是要緊守的 有些東西我是不能拿走的 而那件事 可能是要靠 一來是靠谷比姑 二來就是 當然我覺得 初太郎自己沒有離開過樂宇 他只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演繹了樂宇 他不是沒有樂宇 他是人生100%都是樂宇 你看到的 他在平時以前 就叫谷比姑養 離開之後 就靠吉千代養 到吉千代走完之後 靠女兒養他 他這個人是100%樂宇 他什麼都不做 就是會說樂宇 這個故事是他離開不了樂宇 故事說 就是他最後一次的樂宇 我講樂宇在觀眾面前 原來我都說得很好的 我永遠都是想起這些 有一些科技都出奇的 他一開始 他離開了 趙二代木城加納室 真的可以出來說話 師傅給了他家民和服 郭比姑娘就保留 坐牢就拿了 扔了去換走 然後到最後 最初上台就是 郭比姑娘把八環的衣服 給他坐牢穿 你看到坐牢的人 樂宇這件事就改革形式 就是收拾這些東西 最重要是樂宇的形式 對他來說 我不需要 我為什麼要那件文 我為什麼要那件袍 對我來說不對 不過影響樂宇的東西 不會影響到我的performance 影響到我的表演 我表演得好就可以了 即是配合到他 要改革不快的 反而我挺喜歡 就是他最後講的 就是他最後一次的樂宇表演 就是 我說的樂宇的段子 我可以用生命的方法去講 人情 那些故事的核心 永遠都沒有變 他說的人情 對 他說的人情 當然那個諷刺的情況就是 樂宇家 他說的人情的冷暖 他說世代的一些 世間上的 悲歡離合的事情 但自己是逃不過 這件事情 我們剛剛講的少了 就是 美代吉 對 美代吉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核心 就是 你明白 就是兩個天作一對的一男 中間多了一個女 通常都是 總是有些事情會發生的 就是 你看到的 其實 阿谷碧故呢 換了其他男人 我當你是兄弟 你教我女 但谷碧故不是 你明白 谷碧故其實是 怎樣 氣虎 陰渝 你跟了他走 我不可以愛他 我不可以保護他 你跟他走無所謂 他很放心 我心想交給了阿座陸 當然座陸之後 靠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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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點飯 就是 不過 美代吉 其實也是時代的悲劇 又是 雖然沒有說過 但你猜到的 這個藝技 這個藝技 那邊情況 其實同樣的 樂宇都差不多 都是伴落的 他那時候 很想想高座 想去表演 但你想想那個時代 他作為一個藝技 更加不可能 樂宇家 還說 我還有一個地方 可以去講樂宇 其實他被負心行欺騙 他在谷比古身上 找到一個 可以說 明白他的人 可以說 全然理解他的人 所以他才會 對他那麼失望情深 有一集他講到 他是被男人壓張滿洲的 他做女人 很簡單 想做一個女人 陪著一個男人一輩子 但問題 師傅 先看師傅 師傅白雲不要他 要谷比古 谷比古 都不要他 他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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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怨婦的態度 又變得出來 所以最後一幕 那一幕 他們兩個 那個谷比古 被美代吉 想說他們兩個去殤情 就是下雨 心中的心中 就已經到了 但最後兩個殤情不成 反而 美代吉也好 就像初太郎兩個 就這樣倒進河 死了 但是最悲劇的就是 就算初太郎說 甘願為這個女人 放棄下雨 他最後還是要這樣死 其實我覺得 最後是多的 不過問題是 那個角色爛了 小心一點 有些時代的劇 因為前年表演了劇之後 浪子梅頭 就說 我不再下雨了 你回到身邊 其實這女人都回到身邊 然後不少都跌下去 悲劇的事情 會不會過得來的 浪子回頭的事情 都不是 永遠都是好的結局 還有那裡就是 那個下雨 已經講了他們的人生 其實不論是這個 谷比古 和小夏 小夏 講那個下雨 其實都是反映 他講那個故事 其實都是 講美代吉 和初太郎的故事 其實他最後 那裡更加漂亮的就是 那個下雨 他不單止一個下雨 在講下雨是他的人生 就是下雨那裡的人生的故事 但他不是 只是演繹那個人 而是他本身已經是故事裡的主角 其實已經是 我看到他這麼不同的 就是他完全僅構了整個劇本 僅構了人畫和時代 就是下雨那裡發揮得很好 沒錯 對 還有 正確下雨就是這樣 下雨本身就是想在高座上 跟你說回人情的難聯 世界是怎樣 他用自己的人 親身演繹一次給你 還有我很喜歡你說的那樣 就是他已經是 去到最後說 谷比古已經成為一個 樂雨家 正式成為這個 真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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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你看他已經集了名 已經是一個 得道的樂雨家 他都幾慘 其實他可能不是 這樣的樂雨家 都可以很好 就是他跟 他被 找回 蔡太郎再次受感動的時候 可以說不同的樂雨 就是跟一個更開朗的樂雨 可以說 但他最後只能夠是一個 孤獨的樂雨家 孤獨的樂雨家 對拍長年 你看到很哀怨的感情 是一個氣婦來的 我真的很想說這句 他真是未忘人 屬性的一個 可以叫做氣婦 他自己的感覺應該是被人拋棄了 對 最後你也要拋棄我的 其實他一開始的時候 是說師傅走了 蔡太郎都走了 他好像感覺是 大家都離開了 我只能夠剩下我一個人 我才要一個人 不是我想一個人 而是我剩下我一個人 我才會這樣做 其實很神奇 看OAD1和OAD2 等於動畫的第一集劇情 就是霍浪片那裡 可能第一集你不太明白他在說什麼 我是看完到後面 才知道原來第一集的玄機 你看完後面就會很明白 為何一開始會有那些人這樣說 說詞 就是突然戴徒弟換衣服 我習慣了 有時候叫你也是這樣穿的 為了幫徒弟撩一屎 我習慣了 為什麼會習慣呢 其實他其實在說徒弟不散死 原來他在說以前的在落 是啊 即是當時你不明白 為何會說那些東西 但原來是有那個韻味 就是那個過去在那裡 我想聽我們說 就說不了太多 尤其是下雨的精彩 應該都是自己回去看動畫 就是這部影片推薦大家馬上回去看 真的要看這一部 其實下雨的東西不用被嚇怕 其實這部不說得太悶 裡面沒有說到 我覺得 搞到很興趣 現在想去日本看下雨 不過不知道有沒有位 現在 我也挺期待第二季的 雖然我覺得這個 第一季的角色很吸引 尾袋吉也是一個很難出動的 但是之後他們兩個 一個徒弟師傅的故事 如何繼續在一個落雨 已經撥落的世代 應該去了 尤其他和萬歲的兒子 那件事 我猜應該最後是小夏的兒子 有多少個人 你看到尤其他都做到真打 這個世界玩完了 那時候玩得回一個高座 高座還要是沒有人去的地方 真是時代的 很有那種沉寂的味道 其實尤其他都可以的 你看到 開始幾集有些浪人家 到後面幾集有些女子中學生 有女子中學生 坐在那裡已經很厲害了 你想想 你是年輕的時候 會聽落雨 你不會吧 我也不知道落雨是甚麼 所以其實他在我程度上 正正是逃不過 蔡太郎在做的事情 他想做的 就是我用我的方式 去如何吸引別人 來聽我的落雨 一絲一圖 不知道要怎樣做 第一季就是一個起 就是講到這個落雨界的衰落 那最後結局會怎樣 可不可以拯救到落雨界呢 就只有第二季了 真的 他們兩個小小小 因為拯救不到落雨界 繼續再一次 繼續看下去 本季推薦我們 沒錯